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黑神话 悟空难怪蜘蛛精找了二叔九个人回 直到看到本尊元化才明白 说之旷世荣言也不为过 黑神话也能瑟瑟 铁扇公主也来了 山地区女妖精被冲爆 或者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在盘桃宴上 蜘蛛儿会对天鹏元帅情有独钟 甚至为了追随天鹏 选择下凡成为了蜘蛛精 等了几次轮回 直到最近游客员工 在A战公布了人形的天鹏元帅元化之后 才明白二叔原来是那么的帅气 这也难怪当初蜘蛛儿把持不住 换作任何一个花季少女 看到这样的旷世荣言 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所以仙子也不例外 有意思的是 不仅仅是国内人气高 国外二叔的人气同样的高 可以说是丝毫不逊色于猴子 一部分是原因 二叔的脸膜真人非常帅 老外看了之后 拥有这样的脸蛋 难怪蜘蛛精会等他九个轮回 另一部分是因为剧情的原因 八戒有不得不完成的使命 帮助天命人 救活大师兄 剧情不得不继续推进 天命人与蜘蛛儿必有一战 蜘蛛儿必死 八戒强忍泪水 转身离去 蜘蛛儿在弥留之际 对八戒说了一句 你还和从前一样 笨纳 多少人看到这的时候 心里咯噔一下 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悲剧 在八戒和紫珠儿身上重演 就何尝不是一个亦难评呢 此外 关于这次游科袁公海 公布了一些其他妖怪 和NPC方面的原画 具体如上 包括各种建筑和天命人套装 以及一些细节方面的设计 看了之后表示真的很绝 不愧是花费了好几年时间 精心打造的游戏 惊喜到一分一毫的地步了 这波真的要夸一下 想要看更多的 可以去A站看 直接搜黑神话就行 很多员工都发了 目前一共可以看到几百张图 这里就不一一放出来了 各位黑神话的大佬们好呀 根据最新消息 国外大神再次完成了 黑神话蜘蛛精二姐 和抗金星君这两位女性角色 3D建模的提取和优化 算上最早动手的四妹和平平 目前累计完成四名角色建模提取 搭配场景可根据需求 摆出各类知识动作 来呈现出玩家想要达到的效果 据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文案老师所说 在某些网站上 已经有不少相关二创了 风格自由多样 质量都还不错哦 要是真火了 说不定还能冲击一下 某网站榜单呢 虽然游戏里见不到四妹了 但是三地区可以啊 素素跟我进人中代 同修大道 另外大家也别太担心 贺说的是 定会将他好好练成金丹 还没练 意思就是 叫天命人 想要去天上去 所以在后续DLC中 我们是能够再见到四妹的 不过更离谱的是 已经有大佬表示 自己已经在对牛夫人 也就是铁扇公主的建模提取中 但该作者表示 对比前面的四妹平平而言 铁扇公主的难度太高了 特别是头发的精细难度 跟前面这几位不是一个级别 不过说实话 铁扇公主的人气 其实还是蛮高的 自身带有一种绝望中的 凄美感觉 妆容有一股病态美 气质像极了林黛玉 这也难怪评论区 有不少玩家支持了 不过黑神话角色 都是真人采样 不知道脸膜老师 看到这做何感想了 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玩家 在留言了 例如地法老师 火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竞争对手了吗 什么时候出金池长老啊 急急急 四大天王也拜托了 肖天犬什么时候有 我来祝你 顺便发我一份 满城百姓 感谢不敬 原本我是不幸事上 真的有英雄 直到我发现了 不图回报的作者等等 不得不说 大家真是太乐了 那么最后不懂就问 这些建模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话说大家最喜欢的黑神话女性角色 又是谁呢 那么最al